有请杨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吴军先生主持今天的仪式 现在我们迎接着杨州市政府的主席 来迎接纪录的今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和法国二两两市的交流合作 今天我们相聚在古运河半的三万生态公园 与办杨州市与二两市有层协议签计一室 及政治交线节目一室 今天为了调节目的调节目 首先请你去我介绍 出去今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首先我请你让我介绍 的领导和嘉宾 出去今天活动的法国 二两市的领导和嘉宾有 二两市市长 奥利福伽伽伽伽伽伽伽 现在的领导和嘉宾 今天是 领导的领导和领导的领导 先生的领导和嘉宾 吕利福伽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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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 林导和嘉宾的领导和� Wing 宾将军 Germany特基政 inspiere主任的领导和嘉宾 的领导和森主 二郎大学,二郎市博物馆的相关处理人和二郎市旅游代表团的各位嘉宾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远道而来的法国奥尔良市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欢迎ело小伙伴们的同盆 周元清志长 张宝具 张宝具 杨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于廷先生 出席今天活动的还有 杨州鼠港受信和风景民政区管委会 杨州市外办 旅游局 教育局 治监局 园林局 和杨州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以及杨州市民代表和媒体的朋友们 这些 Ministri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n accueille la vice-présidente du comité municipal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madame Zhang Baojian a prononcé son discours distingué la mère Garé, la mère Griveaux, la conseillère Trébé, mesdames, messieurs, chers amis, bonjour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烟花三月扬州最美丽的季节 我们和法国阿尔良市的朋友们相聚在福音河畔的三湾公园 举行扬州市与阿尔良市有成协议签取仪式及争得雕像揭幕仪式 首先,我请代表杨州市委市政府和460万杨州人民 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加利尔市长和阿尔良市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Quelle joie d'accueillir un ami venu de loin Dans la plus belle saison de ce printemps fleurit de Yangzhou nous sommes réunis avec nos amis d'Orléans au bord de l'Ancien Canal et dans ce parc qui s'appelle Saint Wann à signer le serment de jumelage entre la ville de Yangzhou et la ville d'Orléans et à installer la statue de Jeanne d'Arc Tout d'abord, je voudrais adresser mon accueil chaleureux et mes remèques 敬礼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的秘书 在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的秘书 在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的秘书 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的秘书 自然的秘书的秘书的秘书 民众的热情有好 自2014年两世开始有好交往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两世的往来日移平坦 在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 已经发展了十五次的秘书 在秘书,经济,教育,节慶,美食等方面 秘书的秘书 在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 都两位秘书的长历史 和充满文化的秘书 的美丽书和充满文化的秘书 和充满文化的秘书 的秘书的秘书 在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 在2014年 我们开始相似的交友 和与其努力 与其与其两个交友 与其交友和交友 变得更加厚 我们发展了十五次的秘书 和亚洲的大利亚 成了一桌的秘书 在南京和阿尔梁同一位秘书 裡的Yangzhou, 校長5哈耶 在去年齡 � Wel, 如果華爾就頓了 杨州号画访浓重亮相 深受阿尔良市民的喜爱 今天我们在塞湾安生态公园 迎来了阿尔良市的友谊性物 曾德雕像 曾德作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深受法国人民的爱戴 阿尔良市向我市尊重曾德雕像 充分显示了阿尔良市和加利尔市长 对两世交往的重视 和两世人民的深厚友谊 在2017年 在两世多年友好交往的基础上 报警外交部和全国有协的从事 在两世民众的共同见证下 今天杨州将与二粮市签署 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这标志着两世友好关系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意味着两世的交往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A la base des échanges amigaux de ces années et avec la validation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Chine et de l'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l'amitié avec des filles étrangères de Chine aujourd'hui, Yangzhou et Orléans vont signer le serment de jumelage en présence de nos deux peuples pour établir officiellement la relation amicale ce qui marque la nouvelle odeur de la relation amicale de nos deux villes est une nouvelle ère de nos échanges Malgré la grande distance qui les sépare les vrais amis se sentent toujours proches J'espère renforcer des échanges humains élargir des domaines d'échange et approfondir des coopérations à cette occasion de la signature du serment de jumelage pour faire fleurir nos fleurs d'amitié et contribuer à la relation du partenariat global stratégiqu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Enfin, je vous souhaite la bonne santé, le succès et le bonheur Merci Merci au discours de Mme Zhang Maintenant, on accueille Mme Dougléans à prononcer son disc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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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 va sceller une amitié qui est née il y a maintenant et notamment par une rencontre une rencontre entre moi-même et le maire de l'époque, M. Zhu qui nous a permis d'établir très rapidement des liens de confiance 我很荣幸阿尔良市和扬州市 在三年前建立了这样一个友好的城市交往关系 当时是跟时任扬州市长朱市长 拉开了扬州市友好关系的序幕 并且之后扬州市经历了扬州市的合作发展 快速合作 前十千里的区域跌库面 当你拖州市长的区域跌库面 你连跌台的区域跌库面 然后来数目的区域跌楼 而让他们评认 他们说他们可以建议 他们的村民 而是一种区域跌库面 也有区域跌库面 和一种区域跌库面 是一种区域跌库面 虽然两世相隔万里 但是两世政府在友好关系的发展上 两颗心是离得非常近的 在两世人民的充分了解 以及两世市政府充分的信任的基础上 两座城市将于今天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并且将两世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两世近三年的友好交往成果丰硕 这是因为两座城市虽然相隔万里 但是拥有很多共同点 两座城市都是因水而新因水而生的城市 并且两座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 去年我来到扬州的时候 跟前任张市长也是进行了 友好并且务实的沟通交流 扬州市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 阿尔良市也是景陵卢瓦尔河 所以两座城市在景陵河流这一方面 就有着非常相似的共同点 2017年阿尔良市非常荣幸地迎来了 来自扬州市的礼物 扬州号画坊 这一个礼物是与水相关的一件礼物 但同时两座城市也都是历史悠久的城市 扬州和阿尔良市在各自国家都拥有着 悠久的历史 以及在历史上都拥有着重要的地位 那么历史不仅仅是历史 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 对如今我们市民的印象 圣女贞德在阿尔良市 可以称为是阿尔良城市的标志 因为当年贞德 她是在阿尔良市取得了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那么曾德她在法国人的心中 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曾德所代表的勇气 以及这个果断有远见的精神 是在法国人民心中 都是可以称为是法国人民心中的 一个民族女英雄 所以我们今天向杨州赠送这样一座贞德雕像 也是希望与杨州 我们的朋友杨州市和杨州市人民 一起来分享阿尔良 贞德在法国人民心中的这样一个精神的代表 然后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建筑 杨州和杨州 但是就目前来说在各自国家都是经历着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并且两座城市都拥有着同样的发展目标 所以杨州市和阿尔良市 近三年的交往 也是基于两座城市共同的发展目标上而延伸开来的 那么在此我也想向杨州市的市政府 以及阿尔良市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团队 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将两市的合作成果 深入到具体务实的领域 我不是不发展的 这 vídeos 我们都会做到这一步 但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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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 就是因为聊天奥和镜和队 和阳州的云克 在我们两个城市 我们的生命 在影片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徒则是在这一座城市 我们的前面 这四个城市 我们的魅力 門我们建在一里 我并不想再次详细地向大家 阐释阿尔良市的一些情况 以及我们市政府所做的相关的努力 那么我只想简单地说 两座城市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它的未来是属于 年轻人的 那么将两座城市联系起来的 也是我们为年轻人 所想要计划展开的交流 所以我想说的是 在中国中法两国之间 以及扬州市和阿尔良之间 两市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 在两市为两市的年轻人 所共同打造的城市发展之下 我们一定会有更多 更广阔的合作领域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加利尔市长的精彩支持 谢谢 现在进行第三项一层 请杨州市与座市与座市市长 和阿尔良家里尔市市长 代表两市 签设有层协议 现在我们计划 和阿尔良家里尔市长 请计划 在一起全面的神称的城市 这个不用了 现在不用了吗 不正经验 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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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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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两位领导入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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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